深山里的建门关土鸡为何能飞檐走壁 平时锻炼的比较多 比较好 土鸡要想拿到身份证 总共分几步 必须要达到四个条件 它才会给我们设全 冷仙鸡 冷冻鸡该如何区分 主持人解密 两者大不同 冷冻鸡那个表皮是会有很多褶皱的 谁知盘中餐 建门关土鸡的身份证之谜 马上播出 这根素颜碳产地量化试验变真尾 水汁盘中餐 让您吃得明白又心安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它 您瞧 土鸡 土鸡虽然名字里带个土字 但是价格可不便宜 在购买的时候 消费者还是会有所顾虑的 我们的很多粉丝就担心会买到冒牌土鸡 确实如果是用土鸡的价格买了一只冒牌的普通肉鸡 真挺叫人肉疼的 那么咱们到底怎样去辨别买的是不是真正的土鸡呢 您别着急 像我眼前这只土鸡 这只土鸡是能够自证身份 因为它都会随身带着身份证 那么我们用手机扫描的话 就会看到更多的信息 我来帮大家试验一下 手机上显示 这只鸡它是建门关土鸡 生长在四川省的建阁县 而且手机上还公示了这只鸡生长过程当中的 饲料喂养情况和检疫情况 正是凭着这个小小的身份证身份牌 建门关土鸡打开了市场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那么这个建门关土鸡 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长的 这些扫出的信息是真实的吗 咱们还是要眼见为实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探寻小分队 到四川省建阁县去一探究竟吧 建门关 位于四川省广源市建阁县 是古时入属的必经之地 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闻名 建阁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森林覆盖率50%以上 是建门关土鸡的主产区之一 根据土鸡脚环上的线索 我们的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建阁县江石乡双塔村 当我们找到土鸡主人的时候 他正忙着加固防护网 还要拿清电 还要拿 把哪个 哪个地方堵上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啊 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为止 然后对鸡的伤害 那这个网子大概是多高 一米八 一米八吗 我看看好像差不多 应该更容易吧 这个呢 土鸡也出不来吗 能出来 它能飞出来 这么高度能飞出来 能飞出来 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 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 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 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 是胡苏承包下来 放养建门关土鸡的养殖基地 脚环上所扫描出的图片 就是来自这里 记者注意到 这片山林地形复杂 不仅有密集的树林 也有悬崖峭壁 看着安静 但似乎暗藏危机 在这样的环境下 生存的建门关土鸡 真的像人们形容的 一样能飞吗 土鸡还真有飞檐走壁的功夫 这些高大的柏树 被建门关土鸡 当作了练习跳高的健身器材 您看 这只土鸡轻轻松松就跳上了树枝 让我们量一量 它跳了多高 我两米 两米二 那么高 说明它这个大腿的肌肉 非常的强 非常的结实 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是的 这些土鸡 为什么喜欢上树呢 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 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 从这些监控画面里 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防护网 进入基地捕食土鸡 会跑会飞会上树的本领 帮助土鸡躲避了危险 那么建门关土鸡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个是它体重比较轻 平时锻炼的比较多 比较好 然后肌肉比较紧实 翅膀这些各方面的功能 它比较强 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 飞翔能力都比较强 山林里的复杂环境 练就了建门关土鸡 能飞能跳的本领 性子也格外的野 要想抓住它们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个鸡咱们白天 根本就进不了深 想不到林子里的土鸡 这么难抓 我们只能试试别的方法 这个我们是刚关进来的 然后可能要好一点 我们试试吧 我们看有没有办法 刚才徒手逮不住 我们再用那个工具 来试一试 网一下 打一试一试 还是有工具好用 再来 好不容易抓住一只建门关土鸡 记者却发现 它的脚上光秃秃的 并没有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脚环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这个脚环 先要取得农业局的授权 必须要达到四个条件 才会给我们授权 然后我们才有资格 佩戴那个脚环 看来这个脚环 也不是想戴就能戴的 胡苏告诉记者 要想获得授权 首先得是本地土鸡 虽然建门关土鸡外表各异 灰 白 花 几种毛色都有 但只有经过官方授权的 建门关土鸡 才有可能获得脚环 取得身份证 可我们怎么知道 土鸡脚环上的信息 就是真的呢 我们每批鸡进栏的时候 农业局它那边有登记 然后哪次就是说 定时或不定时的 会来我们基地抽查查看 或者是检验 到最后出栏的时候 检验合格 然后才给我们发放那个脚环 佩戴脚环 原来建门关土鸡 虽然没有随身携带脚环 但上面的信息 是从土鸡还是宝宝的时候 就开始记录的 扫描脚环 我们就能看到 关于它们的全部信息 记者注意到 建门关土鸡也被称为跑山鸡 我们决定来验证一下 土鸡一天的运动量 一般来说 它们每天要出去活动 多长时间啊 它除了晚上回来 还基本上都在活动 那像它每天早上 是几点放在 七点过 七点多就放到外面去 还有吗 对 那晚上几点回来 晚上一般情况 六点过天黑的时候 那基本上每天 就是十一小时的活动时间 对 到处巡食啊 到处蹦跳啊 走啊那些都是 那就 这样去跑 带着记不起的土鸡 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 它一天到底能走多少路呢 晚上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找回来看一看 这是黑色的 我们看早于那个 带记不起的那四分一只 飞机吧 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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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 这上面有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没有 没有 最上面没有 带记不起的 这已经都不是 对对 那它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看电视里面有没有吧 来下来吧 小心点 有灰色的是那只吗 看灰色的吧 那只窝着有那只是吗 哦 我看看 对对对 就这个 来来来 就这个 对对了对了对了 这是一万两千四百零五 每天能走一万多步 路程八公里多 运动量大 土鸡肉质自然紧实 你看看 我们那个跑的鸡啊 你捏捏它的肉 那个腿 大腿 一捏下去 一把就弹起来了 对对 很紧实 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 跑上去的一个特点 你看它的脚掌的那个紧 整天在外面磨 紧很厚 你看 这个紧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大量的运动 让建门关土鸡肉质鲜红 皮薄脂肪少 是用来制作美食的优质食材 在当地 有一种特别的吃法 能够体现建门关土鸡的美味 那就是地锅鸡 经过柴火炖煮的建门关土鸡 软烂入味 那么它的口感如何呢 不菜 摇起来就是很Q弹 有花 有花 有嚼劲 很有嚼劲 四川就是非常巴适 看来建门关土鸡之所以赢得消费者的喜爱 主要靠的就是肉质紧实和鲜嫩的口感 而建门关土鸡想要达到这种口感 拿到脚环 淋下散痒 也是必备条件之一 继继续查看脚环扫描出的页面 我们发现饲料也是重要信息 那么建门关土鸡的饲料 有些什么讲究呢 每天早上建门关土鸡都要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 发酵过的玉米 小麦 黄豆等杂粮 都是建门关土鸡所钟爱的美味 但除了这些杂粮 似乎还有其他东西混在里面 黑色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秋葵籽 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 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盛的作用 强盛强盛 然后它机体健康 不生病 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 虽然每家每户的喂养方式不同 但我们在建门关土鸡脚环上 扫描出的信息里 为什么只能看到全架饲料和原粮四味呢 那个是它的基本要求 但我们基本上是高于它的那个基本标准 不过除了秋葵籽 我们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草料 这些又是什么呢 它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 就是保健作用 对 蚝草呀 爱意呀之类的 主要是取一个清热 去湿等等这些作用 对鸡主要是取一个保健的作用 满山的中草药为建门关土鸡的健康保驾护航 土鸡吃上这些中草药 再加上运动健身很少生病 看来原粮胃养 健康饮食 也是建门关土鸡能否拿到脚环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继续查看脚环上的信息 发现有一条记录的是养殖周期180天以上 也就是半年左右 为什么建门关土鸡一定要养这么长时间呢 您看 这是养了90天左右的建门关公鸡 尾羽还没有长成 体重4斤左右 这是养了180天以上的建门关公鸡 羽毛丰满 有5斤左右 脚上有一个凸起 当地人叫它飞爪 是土鸡成熟的标志 只有180天以上才会长成 而且建门关土鸡体型小 临下散养长势缓慢 一般情况长到6个月左右 体重不再增加 继续养殖会提高品质 达到口感鲜嫩 肉质紧实的效果 所以为了保证建门关土鸡的质量 能否拿到脚环还要满足一个条件 那就是养到180天以上才能够出篮 虽然出篮的建门关土鸡已经满足了获得脚环的4个条件 记者发现 直到出篮之前 它们都还不能拥有脚环 一只建门关土鸡到底要怎样 才能得到一枚代表身份的脚环呢 这枚代表身份的脚环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在建阁县 出篮的土鸡会集中运到加工厂进行加工 在这里建门关土鸡将迎来最后一关 那就是兽医的检验 你好 咱们这个检疫的话 要怎么检查它这个技术合作呢 这个第一步 首先要看它的精神状况 是否正常 干关检查无论点 就看到那个眼睫毛是不是冲去发背的现象 原来就是机关或机缆 它这个是不是正常 再一步都是看这个皮肤 再看机脚上面就出血 如果发现遗伤的发现遗伤 马上提出来进行分烧武汉化充电 加工前的建门关土鸡已经通过了考验 加工的过程 兽医自然也不会放过 在确保每个环节都没有问题后 我们终于见到了苦苦追寻的脚环 那咱们现在这个脚环的话 就可以给这个土鸡戴上了吗 这个还不可以 现在是一个空白的 因为这个脚环虽然在我们手上 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信息 空白的 给我扫一下试一下 好好好 我给你试一下 这个现在扫着是空白的 没有结果 对对对 下之前我们是有那个扫着之后 是你们的产品信息之类之类的 对现在没有 因为这个必须是他们的监测下 这是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今天炸鸡 然后这个鸡是怎么 是谁养的 是哪里来的 养了多少天的 然后是否符合这个建门关土机的标准 然后他们拿到了这个准于我们的生产这个书 通知书以后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录入进去 录入这个脚环 那么在录入信息之前呢 我们就要这个通知 通知我们主管部门 看来建门关土机脚环上的信息 不只是一些数据那么简单 这背后有一套完整的追溯系统 当地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当这个产业要长期的健康的 和持续的发展下去 我们就必须在提升厂业的品质 和加强农场品的监管上来横下功夫 最终实现我们厂得出 管得住 达到绿色环保生态 安全这么一个标准 一枚小小的脚环 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只建门关土机的身份 更是当地政府维护消费者权益 打造特色产业的决心 那现在就可以给它带脚环了 可以可以 那我来试一下吧 它这个信息已经进去了 带上去以后 以后客户买的这只鸡的话 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 这个鸡的主人是谁 还有它的生长天数 以及什么时间宰杀的 好的 它也是经过了重重的考验 所以现在终于可以有身份了 对 好了 你现在就是一只有身份证的鸡吧 对 我们探寻小分队 心心念念的脚环 终于戴在了建门关土机的身上 随后 他们将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消费者手中 在此之前 我们还要最后检查一下 土机脚环上的信息 有了身份证的建门关土机 为消费者带来了好的口感 品质的保障 给建门关土机赢得了不小的人气 然而本地市场有限 加上过去建阁县交通条件闭塞 要运往外地 只能将新鲜的土机 做成冷冻机 这样虽然在运输途中 不会变质 但是会牺牲鸡肉口感 如何保证食材的新鲜 成了土机养殖户们 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冷仙机的出现 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冷仙机就是 我们宰杀以后 迅速地进入这个急冻库 就是为了保持冷冻 4到12个小时 把它冻透 迅速地冻透 就是为了锁住 它的云氧和水分 这样拿到消费者手上 解冻以后 它的还是很新鲜的 冷仙的建门关土机 虽然销往了千家万户 但是在生活中啊 我们的粉丝在买冷仙机的时候 却会有自己的顾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粉丝群的一位粉丝说到 自己买到的冷仙机 可能是冷冻机冒充的 想请教我们 该怎样辨别这两者 其实粉丝的担忧也不难理解 以土机为例 冷仙土机的价格 比冷冻土机能贵上一小半 买的时候 当然要仔细一些 那这冷仙机和冷冻机 该如何区分呢 冷仙机跟冷冻机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但是在价格上 它还是有所差别的 我们在市场上发现 冷仙机可以卖到 每斤42元钱左右 那么冷冻机呢 大概每斤是卖到 30元钱左右 这个一斤就可以 差了十几元钱 我们再来整体看看 这两只鸡的外观 右边这个冷仙机 整个表皮看起来 是比较光滑的 表皮也泛着光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已经化冻的冷冻机 这个表皮 是会有很多褶皱的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 以这个鸡腿为例 首先看这个冷仙机的鸡腿 我们来按压一下 就是当你手指摁下去以后 这个鸡腿的肉啊 皮啊 它这个回弹很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冷冻机啊 这个坑啊 半天才能慢慢回弹起来 这个鸡肉弹性 就没有那么好了 而且同时摁下去的时候 旁边还会有那个水字 是不是水汪汪的 看来两者区别 还是很明显的啊 体系观察 是能够分辨出 冷仙机跟冷冻机肉的 那么它们尝起来 在味道上 会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 我们就提前 用两种不同的鸡 分别做了鸡汤 现在就来替您尝一尝 冷冻机做出的鸡汤 鲜香味 明显要逊色于冷仙机 而且冷仙机肉吃起来 也更加的嫩 更有弹性 更加筋道 难怪人家冷仙机 价格会高一些啊 贵有贵的道理 那么在这儿 我也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 两者在外观和口感上 是有差别的 那么两者的营养价值 会不会也有差异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去 专业的实验室一探究竟 蛋白质是鸡肉的主要营养物质 我们将两只一样品种的 冷仙机跟冷冻机 分别取样 来检测其中的蛋白质含量 结果显示 冷仙机的蛋白质含量 为每100克20.9克 冷冻机则为每100克20.2克 两者之间的蛋白质含量 差距并不大 那这两者之间的口味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 这还是让我们去 请教一下专家吧 冷冻机在冷冻过程中 水分发生凝结 形成冰晶 破坏细胞膜结构 解冻时 造成细胞中营养物质流失 肉纤维变粗 伴随风味物质的流失 导致肌肉风味和口感变差 而冷仙机始终处于低温 但不结冰的状态 无需解冻 会产生营养流失 另外在屠宰冷却过程中 完成排酸和甘酸含量增加 肉质风味更佳 口感细腻 香味足 更营养健康 看来这冷仙机比冷冻机贵 还是很有道理的 无论是肉质 口感营养上 都胜于冷冻机 而建门关土机 更是靠着一个小小的脚环 实现了真假可追溯 消费者在购买时 可以追溯真假 也不必心存顾虑了 当地的土机 由此打开了市场 成为老百姓 增收的新亮点 好了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有关于农产品的 相关问题 欢迎您在粉丝群 跟我们互动 我们会为您现场检测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随之盘中餐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